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在一些浪漫的文学作品里,对于一见钟情的描述是 看了一眼就确定了永远 但是我要说,如果碰到了错误的人 那有可能就是看了一眼就害了一家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案件故事里的女主人公 就是经历了这样悲惨又疯狂的遭遇 这可是一名出生于1998年的美国男子 在他最开始的21年的人生里 一直都是遵纪守法的普通人 除了几张违章停车的罚单之外 他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但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平凡 谁都不会对他产生戒心的人 却在2018年的一天突然产生了犯罪的念头 并且还以最为残忍暴力的方式实施了 而事后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原因 Jake在威斯康辛州巴伦县的一家乳酪工厂上班 2018年9月的一天 他在开车上班的路上 经过了一家民宅的门口 一辆中学校车正停在那里接人 所以他就停在了校车后面等 这时13岁的少女Jamie出了门 开心地登上了校车 就是这匆匆的一眼 Jake就被这个金发蓝眼的女孩吸引住了 她的心里突然就产生了一个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的强烈的想法 那就是 这就是我生命中的女孩 我要绑架她 随后她就狂热地开始研究和制定绑架的计划 为了成功地实施犯罪 Jake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事后她说 她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如此专注地准备过一件事情 她买来了黑色的滑雪面罩和黑色的衣裤 把头发和胡子都剃光了 这样就能够避免在犯罪现场留下DNA证据 她准备了橡胶手套 并且在戴上之后 还小心地把手套的表面再擦了一遍 以消除残留的指纹 她把自己车上后备箱里的紧急自救开锁装置破坏了 这样被塞在里面的人就没有办法自己逃出来 最后她戴上了自己父亲的现弹枪 这种枪在美国作为镇宅神器相当的普遍 加上没有弹线痕迹 能够有效地避免被警方追踪 总之她基本上把能够想到的方面全部都做了周全的准备 之后就只需要找到一个下手的时机了 Jake曾经两次在下午开车来到Jimmy家的外面 但是有一次邻居家有人在外面除草 而另一次是路上车来车网站太多 他都没有找到机会动手 于是他最后决定在夜里动手 终于在2018年10月18日深夜 Jake开着挂了假牌照的车 没有开车灯 悄悄地开进了Jimmy家的前院 当时Jimmy一家人都已经睡着了 不过小女孩Jimmy是抱着自己的宠物狗睡觉的 而警觉的小狗听见了汽车的声音 马上就醒了 并且发出了警戒的低吼 Jimmy也被吵醒 然后朝窗外看去 就看见了Jake的车 以及一身黑衣正从车上下来的Jake Jimmy马上就跑进了父母的卧室 叫醒了他们 他的父母也立刻意识到 可能是遇到了闯空门的盗贼 于是Jimmy的妈妈Denise 带着他跑进了浴室 把门反锁了 而他的爸爸拿着手电筒 去前门查看情况 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是有盗贼以为没有人在家 准备入室行窃 而只要主人发出警告 一般人都会跑路的 但是Jimmy的父母不知道的是 今晚来的这个人 想要盗走的就是他们的宝贝女儿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Jimmy的父亲James来到大门前 手里拿着手电筒 从门旁边的小窗户射出去 并且高声的警告 Jack说家里有人 让他赶快离开 但是Jack一句话也不回 拿起现弹枪 对着站在窗户旁边的James 就是一枪 James中枪倒地 当场身亡 然后Jack又连开了好几枪 轰开了门锁 破门而入 躲在浴室里的母女俩 听见枪声之后 就感觉大事不好 Jimmy的妈妈Denise 想打电话报警 但是发现情急之下 手机没有带进浴室 于是他冲出了浴室 拿了手机之后 又跑了回来 但是此时的Jack 已经破门进入了房间 他一间一间屋子搜过去 都没有发现人 最后来到了警所的浴室门口 在子弹的攻击 和枪托的猛砸之下 浴室的大门 也没有能够坚持多久 就被破坏了 而此时 Denise才刚刚拨通了报警电话 没来得及说出任何报警信息 此时Jack就已经闯进了浴室 把躲在浴缸里的母女俩 都抓了出来 电话那边的911接线员 除了听见女子的尖叫声之外 没有能够问到任何信息 但是他还是通过 电话号码的注册信息 找到了Jamie家的地址 并且对周围的警察 发出了紧急出动的要求 但是此时 Jamie和母亲 已经落入了Jack的魔掌当中 他扔给了Denise一卷胶带 让他把自己女儿的手和嘴都捆起来 但是Denise拒绝了 于是Jack把他推开 自己快速地把Jamie的嘴封住 手也绑了起来 然后他把Jamie带出了浴室 回头对着他的母亲Denise 就抠动了班级 杀害了他 亲眼看见母亲被杀 走出大门的时候 又看见了倒在地上父亲的遗体 Jamie整个人都吓傻了 他木然地被Jack推出了门口 然后塞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不愧是经过了精心的计划 Jack从在大门开第一枪算起 到绑架Jamie出来 只用了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而警方从街道报警电话 到第一辆警车赶到现场 也只用了四分钟左右 事后Jack回忆说 他在开车离开现场十几秒钟后 就听见了四处传来的警笛声 在往这边赶来 其中的一辆警车还在路上和他擦身而过 期间他哪怕有一个步骤慢了一点 就会在现场被抓 但是不管怎么说 警方还是迟了一步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只看见了惨烈的现场 Denise和James都死了 而他们的女儿却不知所踪 虽然有人说 晚上曾经看见Jack的车在附近游荡 但是因为他用了假的车牌 警方也没有办法追查 随后警方在方圆五英里的范围里 做了地毯式的搜查 但是都没有发现Jimmy的踪迹 几周时间过去了 警方此时已经做了最坏的预想 因为如果Jimmy是被凶手绑架了 经过了这么久 他可能也已经遭到了毒手 而如果他是在案发时 逃进了树林 然后迷了路 这个时候已经是冬天 经过这么多日子 Jimmy可能也已经被残酷的大自然 夺去了性命 但是Jimmy的祖父母 还有社区里的人们都不愿意放弃 他们在周边所有的城镇里 都张贴了寻人信息 全国的新闻里 都在寻找Jimmy的踪迹 甚至很多跨州运输的大卡车上 也都喷涂上了Jimmy的照片 但是这么轰轰烈烈的寻找 过去了将近三个月 却一点线索都没有 那么Jimmy究竟是被绑架去了哪里呢 原来他一直都在杀人凶手 Jimmy的床下面 在案发当晚 Jimmy绑架了Jimmy之后 就开车静止回到了自己70英里之外的家 他在自己房间的床下铺了一张床单 又放了一个枕头 就把Jimmy塞了进去 然后他把床用行李箱这样的重物围了起来 他威胁Jimmy说 如果他敢发出什么声音 或者尝试逃跑的话 他就会像对待他的父母那样杀了他 此时Jimmy因为目睹了无比残忍的血腥场面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他颤抖着蜷缩在床下一动也不敢动 而在随后的日子里 Jimmy似乎把Jimmy给遗忘了 他之前所有的热情 似乎都专注在绑架Jimmy这件事情上 但是把女孩带回来之后要怎么对待他 Jimmy似乎从来没有想过 在之后的日子里 除了给Jimmy一些简单的食品和水 每天放他出来上一次厕所以外 Jimmy就好像自己独自生活一样 完全把女孩抛在了脑后 他也看得出来女孩受到了惊吓 并且是对他相当畏惧的 对他的命令更是言听计从 所以他除了在床的周围用一些箱子堵住之外 也没有对Jimmy采用其他的限制行动的方法 当然从这之后 Jimmy也是全天都守在家里 不会出门一步 案发几周之后 没有任何警察上门的迹象 Jimmy也就稍稍地放松了下来 觉得自己是安全了 于是他虽然不出门 但是也开始邀请自己的一些朋友来家里玩 但他的那些朋友们都没有发现 当他们在客厅里聊天喝酒的时候 在Jim房间的床下面 正躲着一个他绑架来的小女孩 我们不知道在那段日子里 Jimmy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不分昼夜地被困在狭小的空间里 每天晚上头顶睡着的 就是杀害自己双亲的恶魔 这种日子肯定是度秒如年 终于两个月后 Jim都受不了这种被困在家里的日子了 他尝试着去附近的自己的祖父母家里 探望了几个小时 当然在出门之前 他先是威胁了Jimmy 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 而如果他发现女孩有什么逃跑的企图的话 就会杀了他 Jimmy此时还没有从最初的惊恐中走出来 而面对着Jim獰扭曲的脸 他只能够使劲地点头 然后在没有人的房子里 依然安静地蜷缩在床底下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这次尝试的结果让Jack十分的满意 他觉得Jimmy已经彻底地放弃了逃跑的希望 于是他就更加大胆起来 长期的宅家生活让他的钱包也快支撑不住了 于是Jack开始在网上投简历 四处寻找工作 而终于有一家工厂表示愿意面试他 合格的话当天就上班 于是这一天下午 Jack就兴冲冲地去面试工作了 当然在走之前 他还是威胁了Jimmy一顿 但是此时的Jimmy已经从丧尸双亲的痛苦中缓和了一些 他的反抗意志也开始复苏了 通过上次单独在家的经验 Jimmy发现 Jack出去了就是真的出去了 并不是在周围监视他 在那以后他一直都有些后悔 放弃了之前能够逃跑的机会 于是这一次 Jack威胁说要让他一个人在家 老老实实地躲在床下的时候 他还是装作一脸恐惧的样子使劲地点头 但是在Jack出门之后 Jimmy就竖起了耳朵 听见他的车开远了之后 他一点时间也不浪费地就爬出了床底 打开了大门跑了出来 这一天是2019年的1月11号 Jimmy被绑架之后的第88天 冲出凶手的房子的Jimmy 瞬间就被寒风冻得全身发抖 因为这个时候还是严冬世界 而维斯康星州的平均气温都在零下15度左右 而此时Jimmy的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睡衣和一双拖鞋 Jack的房子所处的地方 是一个住户很少很分散的树林中的社区 这一天又是工作日 所以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如果Jimmy不能够很快地得到帮助 那他很可能会因为体温过低而失去知觉 但是这个时候 老天爷终于给这个受尽苦难的女孩降下了慈悲 他遇见了一名遛狗的老妇人Janie Janie虽然就住在附近 但是这一片靠近森林的地区 他很少过来 但是今天他的狗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要往这边跑 于是他就跟了过来 转过路口他远远地就看见了一个一山单薄 蓬头垢面 非常狼狈的小女孩一脸茫然地在雪地里行走 他马上就走了过去 而那个小女孩看见了他 也就像看见了救星一样冲了过来 当Jimmy爆出了自己名字的时候 Janie马上就认出了他 因为这几个月当中 新闻里 报纸上 路边的广告牌里 都是Jimmy的照片和寻找他的消息 Jimmy用最简单的话语和Jimmy确定了 绑架他的凶手就住在附近 而且随时可能会回来 于是Janie当机立断 带着Jimmy就跑到了住在不远处的他的朋友的家里 这一家人也马上就认出了Jimmy 听Janie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之后 这一家人立刻就关紧了大门 拉下了窗帘 把防贼用的长枪短枪都拿了出来 严阵以待 同时他们也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接到消息之后 警方也马上就赶到了 随后Jimmy和他们说了Jack的家的方位 以及Jack的车的型号和颜色 当天晚些时候 Jack回了家 当他发现Jimmy逃跑之后 就开着车在附近寻找 但是很快的 他就被赶来的警察包围 当场逮捕了 最终在2019年5月 他被判处终身监警 不得假释 这个案子被侦破之后 震惊了社会 因为凶手Jack是一个没有前科 外表文弱的人 而仅仅因为一个念头 就能够做出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 真的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后背发凉 但是好在社会上 还有像Jenay这样的热心的好人 在危机时刻 敢于伸出援手 最终 Jimmy被自己的姑妈收养 他的祖父母也经常来照顾他 他在亲人的温暖下 终于重新露出了笑容 但是人们都知道 他内心的伤痕 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慢慢的变迁 但是肯定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